那既然要求一个最大值 所以说它就是一个梯度上升的一个问题吧 求梯度是求一个极值 求一个最大值 求它的最大值 那不就是一个上升方向吗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啊 在求解word to vector的时候 咱们用的是梯度上升的方法 怎么求解呢 跟咱们之前啊 求解方式一样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私人函数 这个私人函数是有很多个 seed参数所决定的 所以说怎么求解呢 用我当前的私人函数 对我seed参数进行求导 不就可以了吗 既然想找极值 那导数点不就是极值点吗 咱们来进行一个求导 对于上面这个式子啊 我首先啊 是对应它 我们来看 里边有很多像是有seed的吧 所以说对里边的 只要有seed的像 我就可以进行 我就要对它进行求导 然后呢 我们来看这里啊 这是什么啊 这不是sigmod的函数吗 sigmod的函数 1加上1的负x4米分之1 sigmod的函数啊 它是不是也要对它进行求导啊 这里啊 是已经把它这个sigmod的函数啊 求导的公式给大家了啊 咱们可以直接用这个公式啊 来进行求导啊 比较方便的 所以说呢 sigmod的函数求导啊 比如说 这个1加上1的负x4米分之1 然后导数的有什么 等于啊 咱们1加上1的负x4米分之1 再乘上一个 1减去1加上负x4米分之1 这个啊 就是一个sigmod的函数的一个导数啊 咱们先给它写出来 然后呢 对于上面式子啊 我们要进行求导了 我们就来看吧 哪块带θ了 这一块带θ了 然后呢 它是对一个log值 哎呀 log值里边 对一个求导 那是不是等于这样一个 呃 这就是这个sigmod的函数啊 就是这个 这个sigmod的函数 然后它里边分之1啊 但是呢 因为什么啊 我们来看 是不是对里边也要进行求导啊 里边的求导是等于这个数 这个数在除上什么 在除上我这个本身吧 因为我log里边求导 等于它自身吧 在求人的自身等于什么 就等于我的一个 1减去这个值了吧 所以说啊 接下来 我把1减这个值 给它照样落下来 落下来之后呢 落下来之后啊 然后我们来看 对内层求导吧 内层对C的求导 对什么 不就等于这个x了吗 x直接给它落下来就好了 因为这个x是 因为这个东西啊 就是一个xA 对这样一个A求导 等于什么 等于x转置吧 所以说 这个转置啊 就得约掉了 我们直接就把 这样一个xw给它落下来 那然后呢 前面 前面这个式子不要忘 前面这个式子 它是一个乘法吧 乘法 右边是酸导了 前面是没有的 所以说只有这样一项 把它直接落过来就可以了 落个底边呢 因为我酸川先 对落个函数求导 落函数求导 等于右边这个式子分之一 只不过说 要对底层求导的时候 它对什么 它把这个式子 又挪到上面来了吧 所以说 这个和这个约掉了吧 就等于我下面的这个式子 然后分之一 再分之一也约了 所以说 直接等于这个式子 然后呢 再乘上一个xw吧 这个就是说啊 我对于当前的 这个斯人函数啊 进行一个求导啊 对C的进行求导 对C的求导完之后啊 这是左边这项 右边这张头样吧 同样对C的求导 只不过说 里边是一个负号啊 负号求导完之后 负号要提出来吧 所以说啊 得出来了 左边这个式子 减去右边这个式子啊 这个求导 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 这里啊 就不给大家啊 一个一个演示了 右边跟左边求导方式啊 其实来说啊 是一模一样的 求导完之后 我要干什么 求导完之后啊 这个式子看着这么老长 是不是我要进行一个合并同类项啊 哪些有X 有哪些跟X相关啊 把它都给它提出来啊 得出来了一个最终的一个 完整的表达式是什么 那有了这样一个表达式 是不是说我现在对 用我的四十函数 对C的求导完之后 我得出来一个结果了 有这样一个结果 我就可以进行一个参数的更新了吧 咱们刚才说了一下 咱们刚才怎么更新的 是不是说我要进行一个梯度上升啊 因为求最大值啊 所以说在这块啊 我们来看这是什么符号 这是一个加号吧 对于原来的某一个参数 然后呢 让它去加上我的一个系 就是一个不常 这就是一个学习率 然后呢 右边什么 右边不就是我求导出来的结果吗 咱们要前进的一个方向 咱们求导数先求出来一个方向 有了方向之后呢 指定一个不常 相当于是你更新的一个力度 有了一个更新大小之后 在原始的一个参数上 加上一个你更新的大小 相当于是完成了这样一个 梯度上升的一个操作 那现在我是对什么进行了这样一个操作啊 对我的θ能进行了一个更新 那我来想一想 对于这样一个式来说啊 你对θ能更新 那你对x能不能更新啊 一样的道理吧 就是说 什么样的x能够使它的最终的结果是 就是对数 自然还数是 就是概率值最大的 还是这个式子啊 就是来上面看吧 就是说啊 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一个content w啊 content w是最开始是什么样的 最开始它是我们是随机的选出来了一些 就是啊 就是咱们一个向量做在一起的吧 随机的值啊 但是随机的值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吧 我最终想要的是一个 到底一个词是什么向量吧 那我们来想一想 一个词 哎呀 跟它上下文有关 是不是 这个上下文 你得指定的越准确 这个词 我才能判断越准确啊 所以说呢 接下来啊 我还要对这个上下文进行一个更新吧 也就是说 对于咱们现在的这个词向量 一开始随机的 肯定不行啊 所以说 我还要让它对于x进行一个求导吧 因为呢 我x对最终这个自然还数的结果 也会产生非常大影响 所以说啊 x照样 你得我更新 你得我更新成一个正常情况下 你的一个向量是什么 所以说啊 我还要做这样一步操作 这样一步操作啊 很简单啊 就是说 对于上面这个是对自然还数来说啊 我刚才是对c的求导吧 那现在你对x求导 不完事了吗 直播说这个x是什么 这个x啊 就是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向量 就是不是每一个向量 咱们改之前这个神经网络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有一个层 叫做一个投影层啊 投影层 我组成了这个xw 所以说 接下来啊 我现在要求的是 投影层这个向量 我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变化 所以说 在这里啊 对于原来的自然还数 又对我投影层进行了一个求导 求导完之后啊 是不是还有一个势子啊 有了这样一个势子之后 是不是还是可以进行相同的一种更新方式啊 那么这样啊 对于这个continue by the world怎么行 我们就别出来了啊 这个模型 它的一个参数更新的公式 有了公式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实际的进行一个迭代了吧 那有一个问题啊 现在就是说 我现在得到的是 对于这个自然函数 哎呀 它对于xw的一个导数 对xw导数啊 并不是它落实到每一个小向量上吧 而是小向量的一个合体 那对于每一个向量该怎么办呢 咱们是不是最终啊 要对每一个向量都进行更新啊 那有这样一个问题 xw啊 不是啊 xw是咱们上下文向量的一个合 不是上下文的磁向量 那怎么更新呢 这个word2vector啊 它的一个圆码就是 这个东西啊 是13年谷歌出品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它圆码当中啊 是这么做的 在它圆码当中啊 它是采取啊 直接将我的一个xw 就是我的一个合向量 它的一个更新啊 我应用到每一个磁向量当中去 虽然说 它是由这些向量组成的 但是我就这样认为了 每一个向量更新啊 都是跟我这个合向量是相关的 所以说在这里 我定一个bw 就是每一个磁向量 对于每个磁向量来说啊 我都要进行这样一个 T度上升的更新吧 所以说 对于每一个磁向量 我都进行一个加号 然后呢 指定一个学习率 右边什么 右边就是我们指定的 求出来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更新吧 那其实呢 它就是做了这样一个事 将我的每一个向量的更新啊 都就是将我xw整体的更新 应用到每一个磁向当中去啊 这么做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 一方面它是会使得 我的一个更新啊 是沿着一个 朝着一个整体的趋势 因为这些词啊 它们毕竟之间是有一些含义的 让它们一起去更新 能够保证啊 它们的一个分布的空间啊 是越类似的啊 表示了它们是属于这样一个上下文的逻辑啊 是做了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啊 到这里啊 就给大家讲了一下 对于咱们现在的啊 这个啊 Continue Backover怎么行 然后呢 它的一个整体的架构是长什么样子 这个架构啊 现在大家应该比较清晰了吧 然后呢 在今天更新的时候 咱们是怎么样更新的 首先我们是指定出来了这样一个东西吧 就是我们的一个自然函数 我们的一个目标函数啊 又优化什么 要优化出来你的一个context是什么情况下 我让我试足球这个概率值 我肯定让它是最大最好了 所以说 沿着这样一个最大最好的优化目标 我们提出来一种T度上升的解决方案 用这种T度上升的解决方案 不断的更新C 不断的更新W 最终呢 我就可以得出来了啊 咱们买一个词的词项量 那其实啊 大家现在也看到了吧 为什么我之前说 咱们的输入层当中啊 这个词项量只是一个副产品啊 因为在整个网络当中 我们就是正常更新 都是这个C的吧 只不过说 我为了使得你最终的一个效果要好 你这个项量啊 必须是就是啊 是一个正确项量吧 一个错误的项量 我是没办法做这件事的 所以说 在咱们整个模型当中啊 要更新两个值 一个是C的这个参数 一个呢 就是咱们输入啊 这些X 这两个值啊 都需要进行一个更新的 那HeroArticlesOxMX指什么呢 就指的啊 咱们这个下面这部分啊 上面这个神经网络模型 是比较基本的 下面呢 我们是用这种哈佛曼术 来进行编码 然后呢 用哈佛曼术啊 咱们是一个累成吧 先是第四分类 第二次分类 第三次分类 然后呢 频数越高的啊 越有可能出现次 咱们放在最前面 越不可能出现的 咱们放到最后面 那么这个啊 就是啊 咱们的一个整体的模型啊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请不请不吝点赞头